停業了三個月 其實大家都經過一個水深火熱的情況 可以去到如果這幾天再不開的話 其實以後都不用開了 業界會沒有了 就是因為這樣我們知道之後 每一間公司都很努力地去做好一些 衛生防疫的工作 推出我們安心按摩的理念 讓所有的客人都可以來到我們場所 可以放心按摩 首先我們會配合一個叫做疫苗通行證 然後它起碼 我們要知道它是有兩針以上的 我們才會接待的 反過來對客人是這樣 對我們員工怎樣 我們的員工 每一個員工起碼都帶了兩針以上 除此之外所有工作的情況 他們都是需要戴口罩 客人也要戴口罩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戴面罩 做好所有的防疫措施 才進行工作的 還有一樣東西 我們更希望可以爭取到政府 不要再來停多我們一次 我們強烈要求政府在現在穩定的情況下 都多些同業界接觸 多些同業界商討 假如有新一波的疫情來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處理 我們怎樣共同去面對 而不是將我們推上斷頭台 聽見政府說準備給我們副業 我們一路就開始做很多自發性的措施 我們一定堅持是先速檢 然後先讓員工開工的 我們做這件事成本將會增加很多 單計每月那些快測 那些面罩諸如此類 每月要多3萬多元 由於停業了104天 我們公司已經花費100萬以上 維修和清潔各方面 加上停業就太久了 很多員工就已經離職 對營運上來說 是一種很大的挑戰 也是困難的 希望政府可以考慮 最密資或者保錯方面 我們經營的營運者 我們面對最大的困難 就是我們的員工回不齊 很影響我們公司的運作 另外就是有些設施 好像我們水池和乾濕精 現在這個明天是開不到的 部分都是客人會卻步的 因為他們享受不了這些設施 令到我們預約的情況 現在比之前可能去到一半 一直都沒有工作 因為我從事這個行業 都超過20年了 都找不到第二個公眾 可以再適合自己再生存 無以為計 還有什麼新計呢 期望不要再停停停 我知道明天大家終於 撐到開工的日子 今天特地過來和大家打打氣 希望大家繼續保持衛生 做好檢測 確保自己同事大家的安全 以及要確保客戶的安全 繼續同心去打贏這次的一場疫情 待會兒 請坐過 從爆炸壁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